今天才到家開始幹啥 給這獅子雞打掃雞我 難得回來我也不能嫌棄 我們把地裡的菜能收的今天收了 今天主要是送老條回來看一看 他想回來看一眼 然後明天我還送他過去 所以我們現在把地裡的菜能弄的又弄一些 明天帶走 今天也不煮飯 我一會兒帶老條的蓋上去吃 然後今天就給大家聊聊天吧 今天晚上就去吃麵哈 我想把這個窩生背回去理到哈 今天就給大家聊兩個 這個有一小部分人十分感興趣 但是我又覺得沒得必要回應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為啥我經常出去帶貨 都會把大姐帶上 有那麼一小部分人特別感興趣 今天我就滿足這小部分人的好奇心 如果有一個人能讓你持續的對他懷有感恩之心 那麼這個人絕對不是在你父母的時候 而是在你最貧窮最落魄的時候 記得在我們2013年我們買房的時候給他借了四萬塊錢 然後那年我跟小楊都在外打工 然後龐龐的酒也是那年受傷的 記得當時的裝修是我在外面 掙一個月的工資然後就打回來回來做廚房 掙一個月的工資回來踢地板然後買家具 當可能身邊其他人都在擔心你欠了幾十萬的外債 有沒有那個能力去償還的情況下 是大姐偷偷背到姐夫給我打了幾萬塊錢 喊我拿來裝修房子 那一年也是我們最窘迫最窮最困難的時候 所以我就在想當我有能力的時候 我為了孩子不能幫他們一把 當你父母的時候可能你看不清誰對你好誰對你壞 但是在你窮的時候在你落魄的時候 在你無助的時候如果遇到一個真心對待你的人 那麼你就應該用這一生去趕愛 再加上大姐是我們這一大家人唯一一個沒有去拍視頻的人 因為她曉得她在拍視頻的話 那麼我們這個大家庭所曝光出來的東西就越來越多 其實說到這裡我從來沒有公開專門拍視頻去對過任何一個粉絲 但是今天我想對就是這位朋友 我為了孩子對你印象如此深刻的 因為你給了我不少的精彩評論 在我回家的這條視頻下面你回復的日子 人家眼細喊會氣其實自己早就想跑了對吧? 然後還有你讓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在我媽出院的時候 你的評論喊楊翠花去照顧啊 楊翠花平時不是很喜歡照顧婆婆嗎? 婆婆媽不是也很喜歡她嗎? 楊翠花為了孩子不去照顧啊? 小楊跟著我媽的婆媳關係很差嘛 導致你又要這樣來質問我們對吧? 其實我們家小楊嫁到我們家來 十三年了 這十三年當中從沒有一次 跟我媽紅過臉黑過臉 從來沒有更美的一半句的爭吵 不開心我可以這樣說 所以你質問的這些問題 我還是只想送你兩個字 你太膚淺了 像李勒那種喜歡顛倒是非 搬弄是非的人 我已經幫你拿下了 在最後我還是給大家做一個簡簡單的總結吧 其實超小廚一天想的很多 超小廚希望身邊的每一個人都能過得幸福愉快 開心當然接下來我也還有我自己很多事情要做 比如找門邊開麵館 我的目標也是我的一個願望吧 能住一家十年老店 能把一家麵館持續的長久的開下去 其實就拿我這次開麵館來說吧 可能很多朋友覺得超小廚有流量 所以借此流量來開個麵館肯定生意不會差 但是朋友們說實話 我正擔心的也就是這個 我並不想以我的流量來開家麵館 這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我自己對餐飲一直以來有一種熱愛 想幹了一份事業 換句話說即使你有這個流量 如果大家來了過後吃了超小廚的麵 覺得哎味道也就不過如此嘛 回頭說超級難吃的這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所以壓力是真的大 今天給大家說了這麼多我相信懂我的人自然懂